Hello大家好,我是San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零大五岁儿童该喝多少水 你给孩子喝堆饮料了吗 水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可以好几天不吃饭 但他却不可以好几天不喝水 究竟你的宝宝该不该喝水 该喝多少水 喝奶算不算喝水 果汁、汽水、调味奶、养乐多 红茶、学步而配方奶、植物奶 这些饮料可以给宝宝喝吗 首先6个月以下的宝宝要给水吗 好6个月以下的宝宝是不需要喝水的 因为不管是母奶或是配方奶 都含有将近90%的水分 配方奶有85% 母奶有87% 所以宝宝已经有很多的水分了 宝宝的胃很小 他如果都被水沾满的话 就没有空间喝奶了 那就会导致宝宝的营养摄取不足 还有宝宝的肾脏还没有发展很成熟 容易发生水中毒 那宝宝到底多大应该开始喝水呢 好宝宝大概在6个月左右 就可以开始喝一些些的水了 那一天大概是4-8盎司 就是120-240ml之间 把水放在CP cup 吸管杯或者开口杯 宝宝主要是要练习喝水 因为水很吸 流动的速度很快 放在奶瓶里面流速太快 宝宝来不及控制吸和控制臀 如果宝宝不喜欢喝水怎么办呢 好水的味道和质地 跟奶水是不一样的 喝进去的口感也不一样 刚开始宝宝不习惯 不喜欢都是很正常的 那有些宝宝一次就能接受 那有些宝宝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才能接受 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他不喜欢 你就是每天都给 每餐都给 大人也可以表演 用宝宝的杯子喝水给他看 一起玩干杯的游戏等等 宝宝迟早都会学会喝水的 如果宝宝每天都有喝奶 那可以取代水吗 好虽然不同的饮料里面都含有水分 可是喝白开水 就是plain water 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哦 当宝宝满一岁之后 可以开始喝鲜奶 鲜奶有钙质维他命D 蛋白质维他命A和鲜